香港的經營成本最大的就是租金、人工和原材料 近年的通貨環境更加厲害 我們只是應對這三方面的不斷增長成本 而賺錢的速度都來不及 但是我們又要去投放新的株鹽去升級轉型 可想而知的壓力是幾大 近年其實都很重視所謂新零售 而新零售的發展裏面有兩個配套 是對我們經營者暫時來說都仍然繼續學習的 一個就是資訊科技的應用 第二方面就是怎樣能夠有效的物流配送 資訊科技方面 我想譬如政府可以學校一些外國的做法 但如果企業能夠在它的營運裡面 譬如在稅收方面幫助它 它可以有藥杆的投放在這些升級轉型 資訊科技的投放的變革裡面 那一部分可以是有一些稅收的豁免 可以持續的 每一年都鼓勵它這樣做 那那個企業自己就會不斷是自己的更新 而且現在在新零售的領域裡面 正正可以幫助我們業界自己都可以升級轉型 第二方面就是物流配套 譬如說以一個企業一個零售企業 它們都有生產的部分 很多時候就是在運輸這些投放 其實的金額都很巨大 那如果政府可以在稅收 在那個費用有相當的支援 甚至好像車運輸 如果是向環保、電車、能源方面去升級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時間的支援 這個是幫助企業在這個眾多的壓力之下 有一些喘息 而它又有一些資源可以去應對新的發展 我是司徒永副 那我就來自零售 那主要都是跟飲食有關的 我們一開始 明明明顯得 spat張 �니다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